譚小環、林奕康星期一出席職安健活動 小環說之前在店舖工作時 被蒸籠弄傷手臂留有包行 呼籲大家工作時要注意安全 她透露明年目標再開一至兩間分店 對於老公蔡強榮早前在社交網站分享患肺癌經歷 小環說她已經康復了 目前正在家中休養 但自己就擔心到瘦了8至10磅 這件事令她體會到健康無價 我首要要增肥 我都知道 首要要增肥 然後去多些旅行 不要太緊張所有事 因為我都很緊張 一有些甚麼就要馬上去做些人 但現在我想要放慢腳步 健康無價 所以健康先走了 賺錢第二 她又說最開心老公成功嫁 而同場的Phil就說 家人在加拿大曾經開餐館 她亦有到餐館幫忙 所以對於職業安全問題非常了解 那會不會打算學小環去做飲食生意 不會啦 因為做飲食的學歷真的難 香港更加難 我都明白 正所謂 都有人教人 你30歲 所以就是要分析 你應該要做甚麼人生 分析之後 你做了就算了 你不要太三心兩意了 我不會再做飲食的 太辛苦了 行